我们不怕从两方面说 一个先看一下拜登总统的支持率下滑 那么这个应该说 也跟他自己的本身的绩效有很大的关系 他入主白宫已经有九个月时间了 但是他在之前提出来的四大任务 比方说抗击疫情 恢复经济 弥合 族群对立和气候变化等方面 不管从国内来说 还从国外来说的话 都没有任何实际性的成果 所以百姓对他的支持率下降了 应该是对他执政失望的一个具体体现 那么从拜登总统能够当选 美国最高行政长官这个过程来说的话 也是有惊无险 甚至有人认为 拜登是在2020年躺着赢得了这场大选 那么他支持率下滑 主要还是跟他的推行的一些政策 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了 这不是他有些事能够一口决定的 他毕竟在美国国内的话 受到了很大的执着 比方说在这个基建方面 甚至民主党内都对他提出了强烈的反应 那么从整个一个民众的情绪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清楚 共和党接近百分之百都认为拜登总统做得不行 我觉得这并不是拜登本人没有能力的问题 其实在美国来说的话 政治撕裂政党之间的这种对立 其实是已经丧失了是非观念 比方是在美国国会 那么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 它主要是以党派的利益 而不是说以是非曲直为主要标准 拜登现在面临的国内挑战来说的话 不是说什么基建问题 它更多是怎么样让民主党能够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当中 保住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党信用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失去两院的控制权 这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在看 拜登尽管才执政九个月的时间 但是他的支持率急剧下滑 并不是他个人没有能力的问题 而是美国社会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我觉得任何个人包括共和党人 民主党人都无力回天 这是美国政治美国社会 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失败